医院很难做出正确的诊断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我看到一个感应故事 有个人是医院检查胎儿不动了 就前承求观音菩萨 不施放生 结果击周后医院检查好了 其实胎儿不动了 只是医院检查的结果 这个结果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干扰 会让检查失误的 而使得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作家蒋子龙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 作家们组织到五台山采风声 作家们不信佛 到了五台山就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 指指点点 然后回来路上 就翻车了 车翻了 人全部飞出来 车都废了 但是人漠视 其中一个在佛母洞说猪的 嘴巴撞得像猪嘴 石铁声虽然坐在轮椅上 但是一点事都没有 蒋子龙回来就感觉腰部痛 到四家医院检查 两家说有事 两家说没事 自己也不知道是有时还是没事 后来才觉得五台山说不好的话的果报 忏悔了 病就好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 很多外力 包括护法神 以及我们的冤亲债主都会干扰检查的结果 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常常说病有三种 一种鬼神侵犯 一种业障病 一种身体四大不掉 医院能治疗好的都是四大不掉 治疗不好的 就是业障病和鬼神侵犯 只好靠忏悔 培养福报来治疗 但是现代人盲目相信医院 结果就是可怜呢 医院很难做出正确的诊断 尤其是业障病 现代人比较容易被忽悠 更何况现代的医院都是为有钱人设立的 所以说是有钱人的游戏 墨前人墨有必要进大医院 用积极土方 同时做赔福报 忏悔 就可以治好的 外国科技 大医院 并不是像传说中的那魔神 如果觉得他们很神 那肯定是高尖端的仪器 以及进口的贵的要死的药物忽悠了你 我们如果认为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我认为最贵的要死的药物忽悠了你 我认为最贵的药物忽悠了你 我认为最贵的药物忽悠了你 不ca贵的虚惠了你 我认为最贵的药物忽悠了你